经过在30多个城市40万人次超1600万公里的道路测试后 11月25号 百度Apollo开启商业化试点服务 乘客乘坐百度自动驾驶汽车需支付车费 当天上午 北京市自动驾驶办公室向百度颁发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许可 与此同时 北京一庄一居民使用萝卜快跑APP完成首单付费 成为首个体验用户 那我支持收费 收费以后可能这车会更多 线路可能也会更多了 开启商业化试点服务后 百度自动驾驶汽车会怎么收费呢 对此 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副总裁 首席安全运营官魏东介绍 百度Apollo将采取市场化定价机制 我们目前是参照着网维车的专车的标准 以不低于网维车专车的收费的价格维度来进行的定价 那也就是说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里程继费的模式 也就是包括起步费加里程费 据介绍 百度此次共有近70辆车获得商业化试点服务资质 这批车辆将全部投放市场 为市民提供出行服务 提及运行安全问题 魏东表示 商业化试点服务期间 每辆自动驾驶汽车都将配备经过专业训练和考核的安全员 在整个行驶过程中 原则上安全员不用干预行驶过程 以智能网练汽车的驾驶行为为主 安全员更多是作为一个应急保障的一个作用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说我们所有的车队和人员都是集中管理 这样的话就是从车辆和人员的这样一个服务过程中实现标准化管理 为市民提供一个可信赖的安全的服务 目前市民可通过罗伯快跑APP和百度地图的打车平台 打到百度自动驾驶汽车 魏东表示 百度乐于同友至于从事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平台商 传统的出租车公司等合作 一起推动自动驾驶在公共交通服务领域的应用 魏东表示 未来百度将是市场需求增加自动驾驶车辆的投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